终于上天堂了 估计宇智波的族人看到我 恨不得把我打血八块 喂 又被我带到一只落单的宇智波 老夫这就把你救地正好 叫多妈的 那我不是说了要散戴宇智波一族吗 这是现代火影吗 你来吧 反正我这个途径宇智波全族的罪人 早就该魂飞魄散了 你说什么 你小子屠杀了宇智波一族 啊 快来蹂躏我吧 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天神善良的宇智波小鬼啊 老夫这就亲手 罚你来我们牵手的房间 给我一个细节都别漏的 好好交代一下你屠杀的细节 哇靠 你居然把妈大了苦心经营的宇智波 全部都杀光了 你简直就是个罪人 人非圣贤孰难无过 不是你说要善待宇智波的 我看这位小兄弟能够大一灭 啊不是 人对战整个一族 想必智商和实力一定都是一等一的强 老夫可以推荐你当活营的储备人选吗 特别喇嘛 你是发烧了还是被夺色了 这说话风格完全倒犯天罡 我其实没那么强 是还有一个戴面具的宇智波暗中帮我 难得都这样的英雄 啊不是 这样的坏蛋居然还有一个 回头带我认识一下 我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可是就算你放过我 那些同族照样不会放过我的 我宇德基伤害族人 结局就注定悲惨 你怎么会觉得和他们是同族呢 先有宇德基 哇 托比拉玛这是你的台词吗 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宇智波啊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 哼自己的人都是自家人 家人犯错了 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有责任吗 握了个豆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反省自己 好了 快和我说说你灭族的过程 要好好的欣赏 不是 好好的批判你 但是您确定要看吗 我当年在我弟弟面前放这段的时候 他当场就晕过去了 只有认真观看经济 能好好的定你的罪吗 是吧 你讲 那你最好死